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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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有人权的问题在里面 怎么会一个都市更新的问题 本来是美意 最后演变出来 变成是一个居住人权的问题 还有财产的人权的问题 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想全世界在办都市更新 它都有一个办法 比如说80% 90% 大部分人同意 它就可以来执行 这个不是我们台湾特有的法令 那当然就是刚刚讲的 执行的过程里面 假如你可以让它更细腻一点的话 就会刚刚讲的 人权的问题就不会 就不会像文林医院这样被凸显 我想你昨天也有提到 这里面或许有些程序上面的瑕疵 或者不完备的地方 似乎是可以该做得更好 这我们当然不希望再看到下一个文林医院的案子 可是这里面本席要提出来 可能是在里面的细节的一个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它可以先预售 这整个都还有一个问题的情况底下 为什么它可以先来预售 然后结果这个造成了预售之后的风险谁来承担 对这也是我们 所以让整个案子越走越进入一个死胡同 是是 对不对 部长你同意吧 这个我同意 那至于说它为什么可以预售 我是不是请署长来跟您报告 署长你回答一下 根文报告 就是说 那个实施者 乐阳建设 因为他拿到建筑执照 他按照规定 他拿到建筑执照 可是问题他整个都更的范围 还有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定制物 他还有争议啊 还没有解决啊 他是已经核定了 他是核定了 但是就在核定的过程当中 我刚才说明过 就是说因为王家 王先生他们 在正式的委员会审议的时候 或者是公厅会 他没有正式表达不同意 所以这个刚才吴远也提出来 是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 才叫不同意 这个显然 各照都有不同的说法 是 有人认为说 我这样做 就是表达我的不同意的 另外一方说 你这样做就是认为你同意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凸显出来 整个我们在 在都更相关的法规 跟设计里面的一个问题 我看到你昨天 在新闻上面 其实你有提到嘛 中央的部会在 这一部分的法规面的处理 似乎还可以再更精细一点 是 另外 本席也认为说 我们现在常常 行政单位在执法的时候 常常会讲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可是过去我们讲说 法理刑 那在这种案子里面 是法在前面还是 情在前面 是要 法理刑还是要请理法 也是依法行政啊 现在是这样 因为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 法是要摆在最前面的 不能够请理法 因为我的控告是法理刑 所以你的看法是法理刑 先法再说 再来看其他的就对了 不然公务员 因为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他会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当然法好 公务单位把法摆在前面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过程里面 如何去顾及到情跟理 是 对不对 有没有去顾及到 对不对 你实际上 或许行政部门 能够帮忙协调一些空间的话 或许这个事情 它最后演变的结果 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我想 我们都不希望 原本都更的一个美意啊 变成后来 变成是一个人权问题 这个对我们都更来讲 后来是 我可不可以 假设在民国98年6月 他核定以前 这个王家 一向他认为他不同意 那他来请求 银建署介入协调 我觉得那个实际点 那就可以解决了 那这些资讯 他们有没有被充分告知 还是说我们 相关的机关跟单位 有没有去看出这个端倪说 这个都更难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以98年那个时间点 我认为是没有看出 就是后来发展这一大段三年 这一大段的发生的问题 我的看法应该是没有 所以那时候看不出来 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就没有还没有介入 因为那个都是台北市政府 在做的事情 那这样是市政府 他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那中央政府啊 可不可以啊 未来在这个都更这一方面啊 你可以把都更里面可能会面临到的所有问题 通通都列出来吗 因为这个已经进行很久了 都更也不是今天才有啊 都更已经一段时间了啊 在地方地方上面会遇到的这些种种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市更新条例啊 是隔一段时间就在检讨 对对在检讨 所以文林院当然这个是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案例 我们还是刚才部长也讲过 我们会我们会来检讨 所以这部分本席真的希望我们内政部能够记取教训啦 在在未来的都更上面啊 能够让这个相关的法制配套更加的完美 那另外本席也想借这个机会 想请教我们今天的主题居住正义啦 居住正义 那在刚才部长的这个口头的这个报告里面啊 其实提到很多政府在推动的相关的措施 或者未来的政策看法等等 还有做法等等啊 其中其实部长也在力推 所谓的核心输压啊 平衡区域住宅的供需措施啊 那当然里面啊 包括了怎么样去让地方政府提高他的房贷的额度啊 还有这个提供交通的交通费的补贴 我想部长用心良苦啦 也是希望说真正可以来疏解我们 台北市中心啊 的这些居住上面的压力 还有人口上面的压力 可是本席看来啊 我想这个也要请教一下部长的 就是说我们这样整体的 有关居住正义的配套 政策跟措施等等啊 会不会只是治标不治本 然后会不会本末导致 让更多的人 其实还是 这个只是在处理大台北地区的问题嘛 然后反而是因为这些补贴等等等等 让更多的人他居住在北部 然后反而没办法真正达到 你这边所要讲的平衡区域 平衡区域 因为我整个看下 我的感觉是 所有的政策都中北 而亲中南部 中南部其实也有居住正义的问题存在啊 它更有区域平衡的问题存在嘛 所以这一些补贴也好 补助也好 第一个问题会出现在 中央开支票 地方要买单 比如说你这里所提到说 这个地方政府提高 这个房贷的额度 那地方政府马上要问你啦 我的经费在哪里 你中央开这个支票 结果呢我地方要来买单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整个政策的目标 target 其实都放在 大台北 周遭 然后中南部完全没有处理 在这个整个居住正义的配套措施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是 针对中南部的这个问题 来做处理的 所以这个是本题看出来的 第二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假设说我们同样 要补助这个 交通费等等 那请问 那住在宜兰的 他每天通车的 那要经过雪水要不要补助他 或者那些大众交通运输的 不只是捷运啊 不只是机场捷运而已嘛 有好多嘛 有些每天从基隆过来的 有些每天从这个新竹过来的 还有从宜兰 雪水开通之后宜兰过来的 这一些是不是也要给他交通的 这个经费的补贴 所以本席刚刚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在说 我们整体的居住正义的配套 跟区域平衡之间 怎么样做有效的结合 而不要只是说 脱钩去处理 好像我居住正义 我就只来处理这个房价的问题 而没有去考虑到 这个房价问题处理完 是不是本货导致 导致更多人都来台北住啊 都来台北工作啊 对不对 因为你让他可以住吧 不找你的看法 我想我基本上完全同意 委员的看法 我想分成两个层面 没有错 我们今天所推出的东西 是针对大台北地区 因为大台北地区有房价的问题 有这个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 第二个层面 其实我们更想推的就是 可以让不要这么多人 集中到台北 这就是所谓的国土规划 对 我相信这两个东西都要 都要一起一起走的 事实上假如第二个案子 推得更快的话 第一个案子的急迫性 就没那么大了 没错 只是说第二个案子的话 那就牵扯到是一个院的成绩 所以我相信两个政策 我们都会同时推 但是我觉得两个的重要性 可能第二个案子 比第一个案子重要 不是啊 这个会产生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政策 虽然短期内 我们解决的目标 是 降低了住的负担 在大台北地区 买不起房子的人 住的负担 可是它长期会产生结构性的问题 没错没错 因为房子一买是一辈子的 它不是说我找工作 我今天在这里 下一几年之后 我换到哪里去工作 房子一买下去之后 就决定它下半辈子 所以整个住宅的政策 它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会决定整个未来国土的发展 我部长同不同意 同意 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更希望的就是说 国土规划赶快弄出来 我们希望真正可以让台湾的人口产业 可以不要再过渡集中台北 所以本期真的强烈建议 不要从台北来看整个台湾的居住争议 也不要从台北来看整个台湾的 区域平衡的发展 这部分可能要拜托部长这边 未来在这两个部分的整合上面 必须要加快 谢谢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徐新颖委员 来